今天因为设计的单元 我们访问到的是 Blue Rider X的主人 Elsa Elsa你好 Stephanie你好 恭喜Elsa 你继Blue Rider的 Art的艺朗之后呢 哇 现在又创造了一个 更不一样的空间 这个空间听说是把 时尚行人的一个概念呢 整合在艺术的世界里 到底是为什么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而这个空间又是怎么样的 一个方式来呈现 我们发现其实 喜好西方当代艺术的族群 它是比较少数的 也比较局限 但是我们仍然希望 西方当代艺术的这个概念呢 能够融入生活 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空间呢 主要是结合艺术设计跟时尚 让这个概念呢 可以让艺术呢走进生活 也可以让一般不进画廊的人呢 他也可以对艺术产生兴趣 这样子呢我们画廊跟这个时尚店呢 其实就可以分走 两个比较不同的市场 也就是说画廊 我们可以比较走 fine art的路线 时尚店呢 就可以做比较亲民的 这些与居家的 或设计的结合 创意的结合等等 那也带入一个观念 就是说艺术你可以穿着走 带着走 我觉得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了包括 刚刚你说到 时尚的氛围当中 穿在身上的 有包括像衬衫啦 或者是包包 还包括项链等等 这个里面呢 其实我们有不同的 系列的商品 比方说这一次我们主打的 就是一个 fashion icons 时尚行人的这个主题 那经由这个主题呢 我们与这个比较合适的 艺术家合作 也就是Rin Boyer 这个美国年轻的艺术家合作 那因为他的绘画风格 就是画人物 人物身上有很多图腾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 时尚行人的主题呢 请他做了几幅 时尚当代 纽约啊 英国 比较尖端 时尚前卫的人物的作画 然后我们的设计팀呢 从这些绘画的元素里面 去萃取一些 跟这个艺术家相符的风格 然后把它制成衬衫啦 领带啦 丝巾啦 让喜欢Rin Boyer风格的人 他可以随时把Rin Boyer的风格 穿在身上 或者是戴在身上 那不一定说他一定是 只能放在墙上去观赏 那对于艺术家而言 无形中他的风格 可以很普及化 那另外一个 而且延展性也很大 对 那我们也不会说去影响到 他纯艺术的这个生涯 因为他是根据这个主题 分开来进行创作 对 他就像特别为你们打造了 四幅的画作 对对对 跟他原来的画作 其实可能是比较艺术方面 也不会太相当 对对对 那比方说我身上这个别针 就是他画作里面的一个人物 那这个就是美国一个非常前卫的 所谓的尼克大叔的一个造型 那这个刺绣别针呢 就是让你可以随时戴在身上 就会让你觉得你比较与众不同 这个空间很多雪白的墙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让这些空间可以在不同的层次 或者是不同的面向上呈现 我们其实不是一个画廊的空间 但是我们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商店的空间 我们其实是把很多画廊的空间感 跟时尚的商品店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很多的商品呢 其实你会觉得它是在做一个展览 展示 跟一般商品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到这个空间里面来 商品是主角 因为商品是主角 你看得到它的线条 看得到它的设计 那这一点呢 我想跟一般商店 它们比较走Mass merchandise这个方向呢 是可能不太一样的 对 我觉得很多小地方 都有无数的惊喜和惊奇 谢谢 对 像我们现在看到 好可爱的棒棒糖 对 那这个是我们美国的 也是一个当代艺术家 他是基地在洛杉矶的 那他的名字叫 Doc Desire of Pan Cherish 那他的装置呢 都比较偏向于普普艺术 而且你看他是正在一个融化中的 棒棒糖 棒棒糖在它最美好的 最甜美的时段是在流失的 所以最美好的这个时段呢 也许它把它凝固住了 然后你就要去珍惜它 不要太浪费 很多东西我们可能用了一半就丢掉 所以它是对于消费主义的一个探讨 谢谢Elsa 把这么多的时尚跟艺术 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艺术更清明 更有style的一面 OK 今天非常谢谢Elsa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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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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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